DSE Mathematics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DSE Mathematics其中一個題目 Chicolometry 對於Chicolometry,很多學生都不知如何下手 看著這些題目的時候 但其實很簡單,只要我們善用題目中的資料 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將它們做一擊破 好,我們先看看第一條題目 它就說 X和Y都是一個粒角 什麼是粒角 粒角就是 X和Y各自各自小於90度 這些就叫粒角 如果你是快要考試,這些就一定要認識 那麼 那麼 做題目,我們通常寫所有的情況給自己看 寫到Draft paper 好,我們看看這句表明 第一個表明 寫X是否等於cosy 那麼 好了 寫X 等於cosy 那麼很簡單 只要把X 塞進去 我們調一調這個y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會變成X等於90度-y OK 那麼我們可以塞進去 我看到的 寫X 原來就是 寫90度-y 那寫90度-y等於什麼 如果你有溫習 寫90度-y 我們背了的 是等於cosy 這個是因為 我們將 90度-y 是去回第一個 就是第一個障限 那麼 寫就會變成cosy 好嗎 所以 寫90度-y 等於cosy 的時候 第一個表明就是對的 然後第二個表明 寫90度-x 等於cosy 一樣 用回剛才的同一個道理 同一個方法去做的 寫90度-x 是等於什麼 一樣 寫回剛才這個 x等於90度-y 寫回這個x 寫回這個x 會等於什麼呢 syn 90度- 90 加y 為甚麼會變成加 符符得正 好 那我們繼續收拾 會變成syn y Psy y 等於什麼? Psy y 等於不等於右邊? 現在我們右邊是什麼? 右邊是cos 90度-y 一樣,如果你有溫習 cos 90度-y 變什麼呢? 變回第一個 quadrant 會反轉的,會變回Psy y 所以左手指是否等於右手指 所以第二個四文 也是對的 好了 即是我們已經做了兩個答案 做到這裡 一是a,一是d 我們看看第三個答案 第三個答案 tan x tan y 等於1 是不是? 我們還在這個位置 tan x x 乘 tan y 我們同樣把 x 移到這裡 tan 90度-y 乘 tan y 乘 tan y 對不起 1 over tan y 乘 tan y 等於什麼? 沒錯就是 等於1 所以第三個答案 對不對? 對 所以答案d多 很快完成 我們再做多一條 看見這些題目 不用怕 這條呢 它就不會問你這些 quadrant 的問題 這條問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小學都懂得做 就是把這兩個東西 通份帽加起來 怎樣通份帽呢? 通份帽會變成sine a 乘 cos a 上面份子呢 本身是sine 分子 cos a 通份帽 乘 cos a 便會變成cos a 右邊呢 變成 加 sine square a 因為我們有個 theory 就是cos square a 加sine square a 的時候會等於1 所以我們下一步會變成什麼? 分子會變成1 分母會變成sine a cos a 做到這裡 我們看一看答案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有的 D多 做完了 好 我們做完最後一條 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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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這條 我們要解這個方程 Sine square a 等於開方三 cos a 分子 Sine square a 等於開方三 cos a 分子 有些同學 可能 看到這些題目 會怎樣呢 我看過一些學生 就會將它兩邊 square 但沒有用 怎樣呢 我們有什麼作用呢 我們看到sine和cos 其實直接 扔了cos 過來便可以 本身這裡是成的 扔過來便可以脫 即是扔到左邊便會變成sine fitter 除cos 剩下方三 在右邊 那 cos 等於什麼 會等於tangium tan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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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開方三 我們按機 便會出到答案 pher等於60度 很簡單 答案也是D多 好 簡單 這三條很簡單的chicolometry 很簡單跟你分析一些概念 最後問題 課堂找我 拜拜